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其实首先先来看到有关选举的消息 2016大选投票日倒数计时 今天是立委选举竞选活动起跑的第一天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陈沃珀一早从故乡 原山大三丘辞会四世诗出发 祈求高票连任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陈沃珀在选举开跑日 选择从故乡原山乡大三丘辞会四世诗出发 祈求能够高票连任 当后票共算 当后票共算 好票好票共算 共算共算共算 陈沃珀表示 宜兰人在关键时刻从不缺席 他呼吁支持者大团结 让他顺利连任进入国会 做改革先锋固好宜兰 我们选举的立委候选人 丹沃珀新生出身的国庙 可以在大三丘辞会作庙 来做一个策划 主要就是卡大时代 会跟我们所有的乡亲保护 后面新为国会议员 新为一个好算的立法委员 因为卡大时代 为了这个土地 为了我们人民 为了台湾未来 希望这次美欢迎 可以为人民来生担 这也是蔡英文 中共好选人 专体共算团队 跟民主进步党 共同的信念和计划 日本一两年 是我们台湾 关键选业的一年 新年里头 南阿隆会参选 新总统 新国会 蔡英文总统 一定要动策 国会一定要改进 所以国会要贵 因为我们人 在关键的市场 绝对不宽缺 后面这些委员 我们在立法院 绝对也不能宽缺 所以在这次 我们要拜祷乡亲事业 今天是一样的心情 我们要出发 卓吉林总统也坐上宣传车 率领竞选车队 出发扫街败票 互相欺集中选票 让民进党赢得大选 宜兰新闻不到 拜祭 不然到我都這樣都這樣